这个阿修罗简直强的离谱 一旦发起攻击 秒天秒地闹空气 那他是怎么变得这么强 小气功开始了刻苦的锻炼 他每天跑步施工里锻炼移动速度 每天击打坚果一万次练习攻击力 还要每天挨打一千次练习忍耐力 就这样练习了两年半后 小气功果然变强了 现在的他可以轻松击败一只铁甲巨人王 不行 我还是不够强 能秒杀江王才是真正的强者 于是小剑魂找到了能量球的守护者法老尊者 法老大大 要怎么样才能获得让人变强的能量球呢 想要能量球 就必须通过我设置的考验 没问题 我接受考验 能量球就在这个暗黑骑士王身上 想要就击败他吧 想要从我身上拿到能量球 简直是做梦 我靠 你这家伙不讲武德 怎么搞偷袭呢 小伙伴们 你们愿意帮帮小剑魂吗 愿意地请长安这个小爱心 为他恢复能量吧 太好了 我感受到大家的力量了 看我的狂风绝西斩 嘿嘿 小子 你就这点能耐吗 可恶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究极千年杀 恭喜你完成了考验 吸收完能量球后 剑魂竟然进化为了一百级的阿修罗 阿修罗 快去试试你的实力吧 接着阿修罗立马就找到了江王 二话不说就发起了进攻 秒杀了江王 卧槽 流变 现在连江王都不是我的对手了 看谁还敢欺负我 烈开玩意 烈开玩意